他就有点生气,他就说 你不知道路,又没有去问清楚 只有给一个地址,我是不知道路 莫名请教 我说,好啦好啦,没关系啦 要不然我们早点出门嘛 然后就可以早点到咯 结果,他有睡了,他没睡,就好像有睡了 他都真的都没睡,因为他想什么 想说他要整点出门了 其实后雪其实很早就起床了 平常就早睡早起买 圆柔的心就在胆下 道理不是用讲的,日常生活上都遇得到 后雪如果在家里跟他吵架 我这招来的心会 我们的生活是什么 因为虚子没有打车票 没买隔天的票 虚子跟我们娘娘娘娘娘说 好,虚子弟弟再虚子来而已 我,我现在在家里才会完结 我这招就欲勇气了 是不是? 所以啊,我现在在家里 这条心有在挣扎 有喔 我也有讨厌耶 但又要怎样? 要拔 要高兴 是不是? 平日只会就这样 有何况是跟我们的北部 跟我们的四大人 每一个兄弟姐妹都一样 在国台会不会有增值? 有 譬如说摆鱼就好了 我们的鱼很少 一对一一对一 各位之前 跟我们的两个鱼 感到的 有 你有对什么标记吗? 有什么? 第三 你几个钻 然后上面有贴标吗? 没有 没有 我们有去玉贤佛堂 玉贤佛堂 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回去不要说 玉贤佛堂 它地板上 为什么会贴标签 知道吗? 跟你们说 浅浅有吵架 摆一个椅子 就可以吵架 我要在这一块的地砖上面摆 然后呢 那边那个鞋子 要从那边那个地砖那边摆 摆过来之后 五千多都没有鎖金 距离宽跟窄 人家有偷偷彎 你这样不可以出钱吗? 你怎么站起来不开 不欢迎 会去抓住 你头前到后面太看了 玉贤佛堂有四根柱子 如果有去过玉贤佛堂的前前 就知道了 那个柱子很麻烦 为什么? 没手就好 没条了 看一目了然 对不? 那四根柱子 会不会挡到那个 木木四线对不对? 嗯 问题又来了 那也想起来 要想过吗? 那如果没想起来 听我B片 那怎么? 开在后面 人家坐在那边 玩松懷的手 各有各的意见 小大容不懂你 不懂你啊 原容这个心 大家帮我牌子的牌子 有好感 咱咱咱咱咱咱 他就想多方法 他就拿一个公尺 那是做白天的手 牛 开始牛 刀子和鱼子 出手 多少多少 多少 好 就这样 要不要有方法 要 选弥勒祖师的特德 他不要让人家 就用这样的方法 嗯 他太好 嗯 所以我们地板上贴什么? 贴标 贴标先 原容 道场要圆容 家里要圆容 都要用方法 那我们的心 也是要有方法 人跟事 有人就有书 有书就有人 对吧 才是有问题 对 我们都会遇到啊 日常生活上都会遇到 不要说到场的啦 所以 我们这一颗心要不要抹 要抹 就抹 现在要抹 对吧 嗯 本来是有眉眉感觉 有缺角的 那现在要抹到怎么 抹抹 嗯 嗯 修行就是修这颗心啊 圆满 融合 然后呢 没有障碍 没有矛盾 没有对立 哦 不然的话 我们的心很不舒服 嗯 怎么办呢 哎 放掉了 不好意思 现在的心也是一样哦 后学也很忐忑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档案 就这样子一直跳来跳去呢 嗯 是不是 没关系 我们要学会什么 放下 因为修办到 如果你这颗心 没有圆的 没有自在的话 会造成 变成自己的 障碍 会变成自己的 爱障 你只要 一遇到 不如意的事情 哇 你的瓜子就来了 其什么 烦恼障 你的 烦心就来了 嗔恨就来了 对不对 嗯 你还要不要做 你又要走路 嗯 嗯 我来想看看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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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机器跟机器 机器与机器之间需要精密度 所以 处理物理知识啊 要的是对不对 但是遗憾的是 生命的智慧 人生的智慧 是科技发达以后所失落的人类的本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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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对跟不对 在我们的心上 衡量的 但是 心肝哪有一个机器 有一把尺啊 后学之前 来先来进来到场学习的时候 后学的眼光啊 水准 都摆在后学自己的水准上面 然后 看大家都很不顺眼 为什么 他要这样做 我做的就不对 他做的就不对 啊 刚才我都把他压制他 我压制他 为什么 这是后学啦 后学刚才说是这样子 都叉叉 头上长脚 都我对 为什么都变成我不对 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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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不下 所以要檢討 要感情 像我們吃飯多了 年和時間 都檢討好多 年的比較好多就好 人跟人之間是很多年的比較好說話 對嘛 你看啊 像這個如果有零有腳的 不論是四腳還是五腳 不管是多少腳 你若搭上去 又搭上去 好嗎 他家裡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他家裡怎麼擺的都正在 所以啊 我們的心 也是要這樣換 春夏秋冬 天地都順著天地 順著地地 都這樣贏的 正循環 為什麼我們的心都如何正循環 都要這樣發覺 我們的心有愛心嗎 有去幫忙嗎 沒有啦 為什麼做生理的人 都要放一支財神業 財神業 財神業 財神業代表什麼 我們做生理的人 我們做生理的人是不是也是這樣 對不對 放一個乾坤負貸 然後他告誡我們說什麼 提起負貸 放下負貸 何等自在 意思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心嘛 尊重愛心 尊重負貸 我們做出來的 是做負貸的事情 我們現在的負貸 聽道理 做負貸 做負貸 做負貸貸 那代表我們是什麼 代表我們是 混元胎脖子 我們也是一尊 活負貸 所以 這個好的循環 我們繼續在我們的心中 做 做出來 讓人去了解 原來 原來 我們的 相當是相這樣的心 圓融的心 愛心 傳達出去 我要給兄弟姊妹的 是這樣的感覺 我才能夠讓你跟我一起來佛堂 怎麼 做會受嚴 做會了解 對不對 所以 人家說 諸惡無所 眾善奉行 這句話大家都聽過 對嗎 常常在聽 但是真的要做好做就好 不好做 像剛才學校才去 要出門而已 真的有這種修法的事情 我們弟弟生氣 有價值嗎 沒有價值 後學弟弟就會應後學說 誰 好快你不要吃了什麼 好 不可以 後學有後學的職責 你說他 無名利的人 我們不能夠計較什麼 要讓他名利 對不對 所以 要做出來才知道 原來這個 你在做什麼 為什麼你要大老遠 從桃園跑到台南 去上課 好 來後學有個騙子 給大家分享一下 後學有嗎 影片 好 好 沒關係 後學你這個騙子 可能要花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看一下這個循環 我們要把好的名字 傳遞出去 到最後 會回來到自己自身上 是像我們灑香水 香香水 香香水 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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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想的也是想這點心 我們的愛心傳達出去 回來了 人家也是照顧你 愛入你的心 好